最遠的離島是屏東 為什麼我說我們來自最遠的離島 因為我們屏東基本上坐高鐵 坐到高雄 還要再轉乘一段火車進去 通常都還需要大概40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各位 有南部人在這裡嗎? 舉手 還蠻多的 有屏東人在這裡嗎? 既然也不少 這樣就證明了其實我們屏東外流的人口很嚴重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的基地在新竹 新竹有一個屏東同鄉會很好玩 大概有兩萬多人 你就會發現說大概有戰力的青年 大部分都往都市移動 所以我們算是跟人家不一樣 比較反骨一點 我們就往屏東去跑 所以今天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誤入歧途的過程 如果講得不好聽 或者是覺得太無聊的話 還是請大家支持 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大綱 我們其實在老屋的領域裡面 已經大概有三到四年的時間了 那我們通常是買了一個老女社以後才發現這個 開始要往這個服務業 甚至是一個老屋修善的一個品牌 開始去漫進 我們其實是一家公司 你看我們的公司很有趣 叫做圓順工業有限公司 我們是做什麼的?震彈燈 我們在製造業大概40年 那總部在新竹 製造業在大陸 那我們老闆是新竹人 但是老闆人是屏東人 所以才造就了這個所謂的屏東的大革計畫 大家知道聖誕燈是什麼東西嗎? 知道嗎? 其實不知道的話 看這個例子就知道了 這個是蠟燭 反正你綁在樹上的燈 叫Decorational Lighting 我就把它稱為聖誕燈的一部分 那就是因為有了這個機緣 所以呢 我們老闆覺得說 在製造業現在其實跟寶姐講的一樣 就是都是一個非常唯利的時代 那他覺得40年了 他覺得他想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買了一個老屋舌 然後就開始我們的屋舌人生 這是我 我是Paul 我是全公司裡面唯一的屏東人 所以為什麼我會被抓來主持這個計畫 就是說 我們老闆說人不親土親 那你回去處理一下好了 但是他可能沒有想到的是 其實大部分的屏東人都住在外宴 自殘 像今天來的頓屋所的設計師佩安 他也是屏東人 那他也住在台北 他也在台北職業 所以 我對屏東算是還蠻熟的 因為我大概高中才離開這個地方 那有些人更小就已經離開了屏東 我自從進入了這個大河的計畫裡面之後 我就開始了我的這個所謂的品牌人生之外呢 我也開始了我的咖啡人生 因為我們老闆很愛喝咖啡 他其實是屬於老日本那種的 他自己一個人就 塞翁煮了三十幾年 然後我們每天要跟他開會之前 就是要等他煮完 塞翁一杯一杯給大家 後來我們大家都學聰明了 我就去星巴克買好 可以了我有了 可以煮我了 趕快說一說的 我要來回去 這種概念 所以說他就會覺得說 我開始有我的空間之後 我需要有一個我喜歡的東西在裡面 就是咖啡 那三四年前我跟大家一樣 什麼都不懂 但是我們老闆說你既然要做一個 我喜歡喝的東西 你應該要懂一點東西吧 所以我們就開始 你看到我是烘焙師 我也是被測試 所以該有的吃燥我也都有了 對 所以我的人生應該轉折很大 就是我的前五年在科技業 後面的十年在製造業 那最近的三五年 我跑到了這個所謂的品牌通路的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其實很多 不是屏東人的人 不知道屏東在哪裡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會講說 你們屏東 墾丁一定就在你們家門口 那種概念 但是其實不是啦 屏東人通常你問他 有可能講說 墾丁離我們有多遠 你知道嗎 來看一下墾丁在這邊 墾丁大街最近很紅的地方 對不對 那我們的project 我們的project在這裡 屏東四火車站 所以非常遠 這一段從這裡開車到這裡 不好意思 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第二個project 在這個附近 也會叫竹田的地方 它是一個客家的聚落 也很有趣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所以你看屏東市的緯度跟高雄市 還比較北一點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交通 卻是最不便利的 你看到來這邊 做完高鐵之後 你要來這個地方 不好意思 還要再等一個半小時 甚至兩個小時 這個地位置大概了解之後 你就會知道我們大概在什麼地方 那 就是不是在墾丁 這個是 我們老闆第一次給我看的照片 他說 我買了一個鋁色 真笑 鋁色在這裡 屏東人對這張照片就很有印象 為什麼 因為元祖學兵 因為跟我們一起度過了很多這種 所謂的春夏秋冬的歲月 那他就說 你在屏東念書 你在屏東口車站前面有個鋁色 你都不知道 我說我還真的不知道 看這張圖也看不出來 它是個鋁色 那為什麼他要買一個鋁色呢 其實理由很簡單 因為 我們老闆娘每次回家 你知道他們有七個兄弟姐妹 她排最後一個 那房間都是留給男生 女生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大家庭裡面一定沒有你的位置 所以你必須得到外面去住旅館 或者是住Hotel 或者是住Motel之類的東西 他們每年的每個月這樣下去 他覺得太累了 為什麼呢 因為每天都去住Hotel 然後呢 大家都問他說 你們老闆住Hotel Motel這樣好不好 他說沒有 我們真的只是想要找一個住的地方 於是呢 有一天他的朋友說 欸 這屏東市火車站前面有個老旅館要賣 然後呢 他去看了以後 他基本上 一開始不是要買這個鋁色 他是要買 這裡有高雄人嗎 高雄愛河邊邊有個愛河大鋁色 他本來是要去買那個鋁色 那個鋁色呢 因為以第一位置來講 甚至是以後的品牌發展 一定會再比屏東要來的順暢一點 理論上 那 他買完了之後 他準備去付訂金 然後他這個仲介朋友跟他說 我告訴你 我要來處理一個老鋁色 你對我來 順暢哥 我的手再帶你去付一下訂金 他看完這個房子之後 他就跟他那個朋友說 欸欸欸 那個愛河大鋁色不用了 你讓給東森集團 這個 我要買這個 他買他說 欸你知道這個產權很複雜耶 46個人耶 他說沒關係啊 我給你兩年的時間 你慢慢搞 弄得出來 我就買 那真的在一年半之後 因緣際會喔 真的他就搞定了46個印章 然後呢 他就變這個樣子 我們開始把他的扛棒拆下來 然後呢 把這些不屬於這個建築物 應該要有的東西都拿下來 甚至呢 之後呢 有人跟他說 欸 你這個喔 被做Russia可能機率是零喔 欸真的 如果你是要走真正的法規的話 他真的機率是零 那 我們 作為幕僚的呢 要提供他一些建議嘛 說欸 可不可以做別的 因為 買一間鋁色不是幾百萬 幾千萬 甚至上億都有可能嘛 我說欸那你可不可以做點別的 賣租給人最好 對不對 我們就不用煩惱 反正有租金可以收 於是呢 他就說 我只有一個理想 就是要住旅館 他說你不知道我們 做聖誕燈 工業啊 還有這個 這裡有做禮品的嘛 就是那種禮物啊 我們每年都會去法蘭克福展嘛 法蘭克福展呢 我們都會 住到那種 百年的老旅舍 啊真的很小 可是一個晚上大概五百塊美金 六百塊美金 然後住得很開心 我記得我每次跟我們老闆去齁 他很喜歡在凌晨四點洗衣服 你知道老人家睡不著 都喜歡在凌晨四點起來洗 他今天沒有來 你看沒有齁 對不對 他喜歡在凌晨四點洗衣服 然後每次呢 他只要走下床 我們就知道他大概要去洗衣服 奇怪 奇怪 然後每天 我就覺得 欸 這個 鋁色怎麼會那麼破舊 那時候你對歷史建築 是沒有一個概念的 你只是想要舒服一點 為什麼一隔天還要展 我們一次要展個五天才有辦法回來 那他就說 你知道我去法蘭克福展嗎 我每天都在做夢 我們台灣有一個這樣的旅館 因為真的很有味道 那因為他的父親原本就是做建築的 相關的這種 他就對老房子 很有他的想法跟情感在 於是他覺得 欸 終於有機會 我可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剛好 Team裡面還有屏東的 探點 對不對 因為這個人不清土清 這句話又出現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把牆面拿掉之後 我們決定要讓他做鋁色 發現 所有的建築師評估就是 你要做鋁色是不可能的 因為 以現在的建管跟消防你要通過 這個是不大可能的 你比打掉重建還要容易一點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又找了一個方法 我們找當地的文化處來協助 我們把它登入歷史建築 但是你通過法令 讓我做鋁色 他們一說 不要這樣搞我們吧大哥 你知道 全台灣沒有這個案例欸 而且你知道這多麻煩嗎 光是寫一堆研究調查報告 前期後期的整合要花你兩三年欸 你知道嗎 我說我知道 但是我老闆說這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 於是我們買下來之後呢 你看到2013 2015年接手 到現在 六月才要發包他 三年的規劃 就是在等這個鋁色 這是鋁色的平面圖 但是我給大家看這個平面圖的用意 並不是他現在的規劃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比較初步的出現 而是 他是一個L型的建築物 他不是一個我們只看到的這個平面喔 看得到看得懂嗎 他是往後面延伸的一個L型的建築物 當初為什麼會有這種建築物出現 其實大家會覺得匪夷所思 但是如果我跟你說他隔壁 這裡其實是以前是一條馬路 你可能就不會覺得他怪了 對不對 因為他本來這一條這一邊呢 是一個零路的馬路 後來呢因為戰後 這個呢之後呢被收回去呢 做了一些針見跟改建 導致於他就隱沒在這個基地圖形裡面 你會覺得這個感覺怎麼怪怪的 四邊都是房子 這個是我們對鋁色的規劃 我們覺得鋁色如果單單只是一個住宿的用途 他會變得非常的無聊 怎麼說呢 因為 以一個經濟的面向來說 我們老闆的想法一直都是說 我只有20個房間 然後東西在屏東 我怎麼樣讓他可以自己自作 因為他常說 一個老房子要活得下去 你必須要有一個他可以活得下去的方法 那就是一個所謂的business model 對我們來說 對不對 為什麼以後他要修他自己 以後呢他要養活他自己 甚至 你要怎麼樣 讓他在被信託以後 可以有其他的這種所謂的延伸 再去延伸他自己的品牌價值 所以我們在一樓的部分 把咖啡的空間移進去 就是要幹嘛呢 那即使對歷史沒有興趣的年輕人 在家裡的時候 也可以找一個地方 喝一個咖啡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進到這個歷史的 這個建築物裡面去 你就會開始發現 這個建築物以前是做什麼的 然後慢慢的 也許你會對他產生興趣 對不對 然後呢在二樓的地方呢 我們把它的客房保留了 就是說所謂的他所有的結構呢 基本上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當你在明年他完工的時候 你進去住的時候 他的房間 就跟你去進出的那個樣子 小小的 然後呢光是直入廁所 我們就想個半年 怎麼樣讓人住進去 然後上廁所的時候 不會有 不會有這種尷尬啊 甚至異味啊 的存在 那三樓呢 其實我們收掉了十個房間 我們把所謂的 福州山人物行家露出來 把黑瓦放回去的同時 我們想讓這個空間 可以有多一點的被利用 就是所謂的藝文空間的存在 所以在明年的這個 大概年底他完工的時候 第一個策展的人就是 吳上陽 不知道大家知道這個人 世界花藝冠軍 有頭銳症的那一位先生 對我覺得寶姐 有空可以找他來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人很有趣 真的 對 那這個藝文的空間直入就是說 也許你對這個建築物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 對藝文街的人 還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 有所交流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共鳴出現 所以這個老宇舍就會脫離出他 不一樣的生存模式 就是 Only for living and for nothing 的概念不是 而是 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在這裡發生 甚至 婚禮也可以在這裡辦 甚至 你有很多的活動 像我們想要直入的就是說 如果以後來屏東 long stay 不是只有一天 而是你可以待兩天 我們把吳上陽找來 花道在裡面 兩天的課程 大家密集的把它上一上 我們把劍道找來 把這個密集的課程丟進去 讓兩天 當成是你的假期 而不是只有兩個小時 我學完 Yeah OK走了回家 不是 而是讓密集的東西 在這個老建築物裡面 一直在而被利用 那在三樓的部分 在頂樓的部分 我們直入了一個VIP 蠻有特色的 等一下可以看到 這個是大樓內部的 敏食指的這個樓梯 70幾年來 它一直都沒有變 那就是這個樣子 那很多人會說 這裡會有洗手桃 因為以前的這個旅設 是沒有所謂的 衛浴設備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它就是榻榻米 進去就是只有睡覺 出來就是洗手桃 那你看左邊呢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廁所 就是你會看到很先進的廁所 衛浴設備 在那個時候 對 會比較先進的衛浴設備 在裡面 這個是它的房間 它的房間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很高的窗戶 它的窗戶大概多高呢 大概180 量起來大概190左右的高度 那寬度大概90公分 那為什麼要做那麼高的這個窗呢 因為這棟旅設在完成的時候 在1939年 也就是二戰之前 1939年呢 在我爺爺那個年代 他說叫領魂喜呆 那那個時候呢 電還不是非常的普及 所以窗戶座高就是採光會好 對 那相對的也沒有冷氣 所以通風會比較好 那這一棟旅設呢 將近有264散這樣子的窗戶圍 圍繞在旅設的周邊 所以以老房子的修建來說 窗戶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cost 你必須要掌握的 對 這個是我們在裡面找到的一張老照片 1939年的時候的大河 那它以後修復完以後就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說 你看到注意這邊寫著大河hotel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叫大河 因為我們連名字都不曉得要想什麼 所以乾脆 沿用這個歷史 那一方面也是告訴大家就是說 OK 我們是因為這個建築物開始的 那它現在已經將近七八十歲了 我們希望在二十年後 慶祝旅設百年的時候 師出有名 而不是叫另外一個名字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用了大河 這兩個字繼續 那 有看到這兩個人嗎 這裡有兩個人 左邊的這一位叫成亮 澎湖人 這裡有澎湖人嗎 應該沒有 對 那右邊這個叫中聚 一個是出資的人 一個叫管理的人 那為什麼我們會知道那麼多呢 因為你在登錄歷史建築的時候 就是 無論如何我都要做羽設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個東西 叫做研究調查報告 就是查明這棟羽設的來勢今生 包含這裡大大小小要發生的事情 這裡如果有涉獵文治法的人 就會知道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們就會把他的故事讀一遍 所以為什麼會知道有這兩個人的存在就是 對 這個是我們老闆 他說他沒在的時候一定要把照片帶上 對 不能只有讓我一個人出現 這是我們老闆 那 他一直覺得 呃 他要保留這個房子就是 他 他要讓這個 歷史得以傳承 因為其實我們在很多的這種 文化的底蘊上面 台灣基本上是比較找不到一個所謂的主流 或者是一個中心的一個思想在 那 他覺得老房子是唯一可以見證歷史的一個 一個 一個想法或者是一個 一個物件 為什麼呢 因為單單光看這個老房子的建材 你就可以找到歷史的脈絡 當初的美學都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像現在這張照片可能看不到出來 這裡可能就清楚一點 這上面的面紋磚 全世界只剩下這裡有了 這上面是一塊一塊的磚補上去的磁磚 對 那我們要修復他呢 還要幹嘛 依照文資法 我要去 這個 去找這個窯廠翻燒一樣的東西 再把它貼上去 所以當你在修復老房子的時候 你是跟政府單位合作的 如果尤其是跟文化部 這一方面 就要稍微的注意了 尤其是說 你在 我們台灣的文化部的立場 基本上都是修舊復舊 國外的所謂的歷史建築 不是修舊復舊 而是修舊 現在要能用 未來還要堪用 那你就必須有很多的建材的直路 新的建材的直路 用的是以人為本 還是要以使用的人為主 我覺得這裡很多學建築的 應該都知道這一方面的訊息 那我們台灣就不一樣 反正我就過預算丟給他 然後呢 過美多久再來養個蚊子 然後 改朝換代再來再繼續養 越養越多 對不對 所以要講一下這是我們老闆 這個是修完的面貌 修完以後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它不是一個完全舊的建築 它是一個新舊融合的建築 那為什麼叫Yamato Paul 不是因為我叫Paul 而是當初設計這個設計師 他覺得 如果用Yamato Hotel 沒有辦法凸顯出一個國際的品牌 因為大和旅社太多了 如果你上去Google一下 全日本大概有三百多家叫大和旅社 他說那我們換一個名字 你叫Paul 好像唸起來蠻順的 Yamato Paul 我說你這樣下去我就沒辦法做事了 老闆說幹嘛不叫Yamato許 因為他先許嘛 對不對 所以修完大概以後面貌會是這個樣子 會維持這樣子的型態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這個 修復這一棟鋁設的設計師叫自然洋航 大家知道嗎 在北部應該還是有某些人聽過他們 大溪老茶廠是他們的作品 那他們都走比較自然系的東西 那這是他做的3D 看一下 這是一樓 我們打算要直入的咖啡的空間 要說一下是全球首發 這個我們第一次在公共場合放這個影片 因為怕做出來不像到時候被打槍 很難交代 所以這是我們準備要直入的 一樓的咖啡的空間 我們希望讓年輕人可以進來 你也許不用住旅社 但是你可以進來這個地方感受一下 這個老旅館在所謂的1936年的 1939年的年代 他曾經的歲月 那你可以想想看 其實台灣在1939年的屏東 就有這種三層樓的旅社出現 那基本上在那個時代的屏東 應該算是蠻富裕的 所以他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樣 把他舊舊的再把他修回去 因為其實我們跟文化處也衝擊了很久 有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他堅持要裝木穿 我們說NO 他堅持要把抿石子粉回去 我們說NO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做旅社 現在這個是入口 我們把旅社的入口改了 直接走一個非常小的廊道進來之後 一個轉身你就看到了 剛剛我們看到那隻樓梯 他的check-in其實就在旁邊的counter裡面 因為他只有20個房間 所以他基本上 他的這個土地的 基地的面積也不大 才175坪 對 那你現在看到進來的這個地方 是他的親子房 他有樓中樓 那他會有樓中樓 是原本他就是樓中樓 不是我們要自己把它加蓋一個樓中樓在裡面 因為這種老房子 他大概有四五米的高度 挑高很高 那時候的人原本就是 如果你有看過這個日本的老房子 他通常一樓是自己的什麼 客廳 走一個小木梯上去的一個小房間 上面就是他房間睡覺的地方 所以他一樓的這種採光會比較的足 你看所以 因為很小 所以我們把榻榻放回去 那這個就是三樓的空間了 三樓呢 你會看到他原來的福州山 會把它修復回去 因為這也是跟文化資產有關係的 那這個比較大的空間 以後就會有做比較多的所謂的展演 甚至婚禮 都會在這個空間裡面 這裡大概有將近五六十坪 所以做一個小一點的這種 展演或者是 學習的空間是夠的 那接下來這個地方是VIP 就很有趣 他是一個自己的庭院在頂樓 但是呢 他是用茶室的概念去做整合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個是入口 他只有九十公分的大小 意思就是你要鑽進去裡面 那他自己獨享他自己的一支電梯 還有就是他可以看到所謂的 頂樓木航架的這個烏瓦 這個日本的黑瓦 所以他現在就要從這個口 才可以進去裡面 那旁邊的這個體呢 都是一個所謂的木頭的構造 那進去就是一個茶室的規格 整個屋頂用了三個茶室的規格 做成一個追逐的空間 還包括自己的庭院 那這個就是茶室的這個 傳統的日本茶室會看到的這個 這個畫作之類的 那等一下就要到衛浴的這個部分去了 其實還是要再鑽另外一個洞 往旁邊 這個就是衛浴的 就是他自己獨立的一個空間 還有一個木製的澡堂 就是你可以在裡面泡澡 所以說這個案子大概我們跟了三年 就是最近才通過了所有的審議 到六月底 這個如果沒有 這個預算如果老闆有點頭的話 應該在六月底就會開始復工 然後你希望在明年底之前 你們會看到全台灣唯一一家民間修復的歷史建築 但是是做商業行為的 就不是跟著政府的方式 然後呢 基本上政府有說 如果你要修復老房子 他可以補助九成 你出十趴就好了 但是呢 他要伸手進來處理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就跟他說那不用了 你只要趕快給我通過就好了 我出百分之百 所以才促進了這個大和旅設 可以在屏東繼續下去 OK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的主題就是 當我們發現這個物件在手上的時候 我要讓這個建築物可以永續的生存下去 我們老闆覺得你要植入一個他自己的品牌 那他自己的品牌呢 就是指建築物的品牌 而不是我個人的品牌 也不是他的品牌 那要植入這個品牌呢 你必須要先有一個 business model 要先出現 因為在他的構想裡面 他覺得說 如果我們把這些所謂的品牌建立完之後 他就要把這些老房子信託 讓以後不要有人可以來攔指他 或者是有機會賣他之類的東西 所以說呢 我們開始把這個大和開始直入 雖然我們的名字很熟 為什麼 因為後來我們去找這個 所謂的智慧財產權要開始登入的時候 發現大和兩個字是沒有辦法去做所謂的登入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原用他原有的精神 所以我們叫大和 然後呢 我們找出了一個區別 就是把這個識別做出來 把識別跟大和放在一起 你就可以去做所謂的登入 這個智慧財產權的登入了 對 那其實這個圈 這個Logo也代表了大和 他是怎麼來的 對 所以這樣就很清楚了 他就是大和 就是這樣來的 那有的時候沒有 你只會看到這個Logo 那上面的這個 這個東西櫻花瓣 有看到嗎 這個是代表了這一個品牌 從日本建築的開始 那兩滴水 我們老闆說一定要說 代表他飲水資源的態度 有點矯情 今天有沒有來 對 那 這是我們為大和打造的設計 因為我們覺得 每一個建築物都有他適合的顏色 去做一個搭配 所以我們打造了這麼多的顏色 就是 我老闆看完說 剛好一個L六都 一都來一個好不好 我說好 你趕快去 對 一個旅設都可以弄三年 那你這個六都你慢慢來 我等你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設選都留下來 這是我們想像中的大和 就是說 大和其實要的除了精品咖啡 一個所謂的生意模式 需要被建立之外 我們要的還有建築 質感 美學跟生活 那把這些東西 東西全部湊起來 我們把它叫做Yamato Project 就是我們希望 讓每一個建築物跟在地的文化有所連結 而產生出自己的特色 所以你等一下看到這幾個案子 你會發現大和的每個咖啡館都長得不一樣 裡面的東西跟布置跟氛圍也都不一樣 那我們是希望每一個大和都是唯一 而不是一個 repeating 的 item 就是說如果你是個 chain store 你可能會發現 什麼東西大部分都是一樣 但是在大和 我們希望他每一家都是唯一的 這個唯一代表了當地文化的特色 跟歷史的建築 還有文化的這種影響 是用在建築的氛圍 還有所謂的 這個美學裡面的 這是我們第一家店 鳥到京都的概念 這個不是我們蓋的 這個也是歷史建築 那這個在哪裡呢 這個在屏東市的青島街 屏東人應該都知道 但是都不大喜歡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呢 保留了將近120棟 這樣子的建設 這樣子的建設 這樣子的建設很有趣 你看它的屋頂為什麼是白的 你知道嗎 因為這是政府修好給我們 它成租給我們 那一開始的大和 因為要花三年的時間 覺得太久了 不然我們自己先開一家小店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是製造業起家的 我們沒有做過服務業 也沒有做過所謂的品牌通路 那我們自己先來開一家店 覺得 試一下我們的風格 跟我們的這種所謂的生意模式 到底適不適用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跟政府成租了這個空間 這個是歷史建築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建築群出現呢 它是在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日本 日本這個 航空警察隊 第一支成立 就是在屏東 不是在日本本土 1905年 萊特兄弟 開始在 美國飛飛機的時候 記得嗎 在台灣 1911年 已經有飛機在天上飛了 就是這一些 日本警察的 空官的觀測 就是在屏東 在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賽德克巴萊 那飛機不是飛過去 往下一次丟炸彈嗎 全部是空軍 全部是屏東機場起飛的 所以為什麼這些 眷車會被保留在那個地方 就是因為 就像保姨姐講的 我們屏東的發展 真的是 混慢混慢 人家說 一個發展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可是我們已經輪了兩輪的 十年河東跟河西 還是沒這個樣子 對 那也是因為發展比較緩慢 所以這些眷設都保留住了 那我們開始進去 直入一個 我們想要的方式 順便 也跟政府 單位磨合一下 我們在修旅設的時候 會遇到多多的困難 對 開始規劃第一家所謂的 大和旅設的咖啡館 那這都是我啦 因為就只有我去受訓 所以我們也開始 誤入歧途 開始喝咖啡 想辦法找到大和的風味 這個是 我們覺得那個時代的建築物 應該要有的樣子 但是如果你去到這一條 這個地方 它不見得每一個地方 都是這個樣子 因為當地政府給大家的權限很寬 你可以在附近改建 再把位置塞進去 你也可以像我們一樣 只是把他的庭院放回去 只是把應該要放的東西放回去 那我們家是唯一造作的 那大部分的人都已經在旁邊 加蓋了很多東西了 對 那它裡面長什麼樣子呢 很簡單 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到的樣子 全部都是當初他們留下來的樣子 也是一樣榻榻米 那你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他們放棉被的嘛 對不對 那你看 為什麼它的天花板是藍色 空井隊藍色的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呢 到這個 其他的眷色去 你看到的是不同顏色 就代表它的菌種 甚至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叫藍間 這兩塊不見了 因為當初還沒裝上去 你從藍間就可以看得出來菌種 在這裡 它出現的是暈 那在陸菌 你可能出現的是橘 或山之類的東西 對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 就是我們的第一家店 所以我們開始把 我們想要 我們喜歡喝的咖啡放進去裡面 然後呢 我們找的甜點的單位 其實現在大家開店都會覺得說 我開一家店 我這個也要做 我那個也要做 我什麼都要做 但是通常 你什麼都要做 你就沒有辦法focus在所謂的營運跟管理 你會發現你每天都在做 daily operation的事情 那這邊做做 那邊做做 然後回去跟老闆說 不好意思 今天一杯 只賣一杯年 沒有辦法再去做更多的思考 跟營運的串聯 所以說 我們家的蛋糕的體系 全部都是 我們在新竹還有一個team 他們專門去吃新竹所有的自家烘培小店 的這種蛋糕店 我們不走大型的所謂的倉儲的系統 你就是給工廠做一做 每一塊出來都長得一樣 quality很棒 但是 我們希望找到的是 當地的店家更細緻的味道 所以這一些都是小店家做的 我們都直接把它從新竹再往屏東送 對每三天就冷凍宅配一次 每三天就冷凍宅配 一開始很辛苦 因為都賣不完 對那 接下來就順利多了 經過了三年的耕源 就 口碑還不錯這樣 經過了這個兩三年的努力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 老闆 不好意思 烘豆機一公斤真的不夠用 為什麼有些客人order 四千包什麼掛了 我就要烘一個禮拜 那烘一個禮拜呢 你會發現 沒有人要進烘豆室 為什麼 因為當你風味抓到以後 對我來說它就是很無聊的一件事情 丟進去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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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被私欲聽到 等一下會跟我 上一場 對 那我們就要開始尋找 我們需要一個大一點的烘焙的空間 跟所謂的一個囤放生豆的基地 如果在座有在咖啡館 你就會發現其實 咖啡館的經營裡面 有很大一部分的金額是在囤放生豆 為什麼 因為咖啡是季節性的東西 你沒有一次買多 它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後 它就不見了 如果你的客人喜歡 它就賣光了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很大的空間 就是所謂的豆艙 來做一個自己的 這個儲藏空間 於是我們就跟老闆聊了一下說 我們需要另一個空間 他就掐指一算 我跟你說 這個年米場也是我的 老闆你到底還有多少是你的 我告訴你說 這年米場是我的 他的位置也很有趣 在這裡我們想要做的都是這些 就是我們自己的咖啡豆的烘焙的中心 咖啡的教學的中心 還有我們想辦法找找看 在地生活的一些美學跟質感 到底會在哪裡 還有年輕人回鄉的時候 可不可以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可以找到可以共鳴的人 因為我們屏東 現在我覺得留在家裡的 都只剩下老人家跟小孩子 基本上我跟培安每次回去吃麵 我們算年輕 真的 真的 對 那我們希望他在竹田的周邊 可以起到觀光的作用 為什麼 因為他也是一個很老的一個鄉鎮 這是竹田車站 全台灣三座木造火車站其中之一 1919年就存在了 那 這個車站以前不是這個樣子 他以前就是 就很多的客家故花 看起來不像是個車站的概念 現在你看到這個樣子是 吳上陽免費來這個地方 替大家打造出一個 他覺得應該要是 火車站再被利用的一個樣貌 所以他的東西還蠻日式的 通常日式的插花很少看到花在裡面 都是綠色的東西 比較多 那我們家在哪裡呢 我們家就在對面 這裡 這裡 50公尺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以前叫做頓悟 是客家化的意思 這裡有 那裡來的 六堆的客家人 OK 沒有就我們兩個 就我跟培安 那 在這個地方叫頓悟 以前呢 其實在戰前 在日本在打仗的時候 他是被所謂的邪惡軸心國 規劃在一起的 然後同盟國就是另外一邊的 他們是被封鎖的 他們是被封鎖的 所以他們所有的農產品 只能從哪裡出去 屏東 因為那時候還是他的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旗山的香蕉 屏東的米 全部 都是從這個地方出去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屏東是會有這麼大的鋁舍在 就是因為那時候的生意是非常的 呃 呃 在那個年代來說是非常的strong 在這個地方 就是活躍的意思 那這裡就是叫頓悟 頓悟的意思就是 囤放很多的米 等著坐船到哪裡 從這個高雄運到自己的本土 甚至運到南洋 甚至進入中國大陸的一個很重要的集散中心 所以他的周邊很多的米倉跟倉庫 對 那他當初會買這裡 也是 也是同一個理由 我每天回去不知道要帶桌 不是說買改改改改改革 來開招 結果後來發現 欸這樣不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改完了之後 一個月子回去住三天 然後兩天再打掃 對 後來他想說算算算 就沒有動就放在那個地方 大概荒廢了大概近十年 那直到我們提出了這個需求 然後我們也找了很多的設計師跟案子 然後呢 柴油、培安跟另外一個 一個冰尺建築、一個建築師 一起規劃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也很有趣的 我們三個人其實都是屏東人 也都是所謂的六堆 這六堆的客家人就是有所謂的 中前左右後堆 他們很早以前就來到這個土地了 我們是做了這個案子之後 才發現我們三個人 既然都是在這個附近的客家人 所以有時候我們發現 其實建築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旅社這麼多人要買 為什麼是我們老闆買走 這個米倉這麼多人 這麼多的案子丟在我手上看完都不滿意 然後丟給老闆 然後說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直到看到他們就OK夠 因為發現我們三個人 既然都是附近周邊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三個人在那邊聊天的時候 一開始要回去做這個建築 因為周邊都是公共建築 所以有很多的 所謂的政府單位 鄉長 然後我們把所有人都找來 跟大家說我們要開始蓋了 結果就開始 他們就開始用客家話溝通 然後講完以後 陪安都受不了了 要用客家話話不然一起啊 他可能以為我們聽不懂 那基本上我們其實都是 這附近出來的小朋友 那與其說是人找建築物 不然其實可以反過來說是建築物在找人 來找適合他的人 也許 如果有在玩收藏這個部分的人 可能會滿認同這個觀點的 2015年的時候是長這個樣子 他的這個結構還滿好玩的 就是他上面是木頭 因為他是年米廠的概念 王永慶的第一代米就是這個年米廠出來的 他叫德興年米廠 那2017年他完工以後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晚上的時候可以看到的樣子 就是說其實我們把他的牆面保留住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百年車站 如果因為這個腳缺了 然後變成是一個新造的建築物出現的時候 整個廣場的氛圍就不見了 那整個廣場的氛圍就不見的時候 就不是這一個地方的好事 因為其實在這裡還有一個全日本最南端的圖書館 叫做池上文庫 這個圖書館到目前為止 是全台灣日文藏書最多的地方 然後每年的週年慶 就會有日本圖書協會的人飛來 等一下還可以看到有一個人進來 我們店裡買咖啡這樣 那改建完以後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是培安的巧思 如果大家對這個建築物有興趣的 他就坐在下面 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這個是他在古倉裡面發現的一個油漆的噴印 他把它做在大門口 表示這個車站的周邊 是從1942年這個米倉就在了 所以從外觀看起來 他是很頹廢的一個概念 這個是裡面的門 就是你要出來之後呢 你是從2017跑回到了1942 你在外面你是從1942穿越時空到2017 是兩個不一樣的想法 兩個不一樣的空間 這是裡面 他們把所有的這個舊的結構保留下來 植入了這個所謂的比較新的單體 我們剛剛看到門就是在左邊這個地方 進來就會看到是吧台 然後呢用玻璃去做所謂的隔間 這是當然是咖啡豆啦 就我們的烘焙中心 這一位就是丁慈酌人 因為他沒有來 他也要求我把他的照片放上去 對 對 這個是他 所以說 這個案子是 他們兩個在家鄉的代表做 因為他們其實 我覺得可能這一輩子也很少有機會 在自己屏東家鄉 可以做到一個自己 玩得也開心 然後呢 這個品牌呢 也可以經營的下去 我覺得才是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地方 那在這裡我們其實植入了很大量的植栽在裡面 那玻璃的屋頂全部都是通透的 很多人會說 你們屏東還不是很熱 我說其實你有去過台北嗎 台北比屏東還熱 真的 因為我們很空曠 所以比較不會有所謂的這個問題 你只要不被太陽曬到應該都不是問題 那這是我啦 他說裝一下 幫我拍個照 因為這個是一個建築雜誌進來拍的 叫什麼名字去 石構竹 對 是一個夾沙是進來拍的 所以你看 這個是舊的牆面 這個是玻璃的牆面 那他們運用了這兩個空間的這種 所謂的中間的一個小的廊道 去製造一個所謂的空間 讓舊的空間看起來 從裡面看起來不會突兀 但是你卻可以享受現代空間的乾淨跟舒適 也不用花太多的錢再去修繕補那一面牆 對 那你就是用鋼構跟玻璃去把它做結合之後 外面看起來還是舊的 繼續崩壞沒有關係 那裡面呢 你還可以享受到比較好的空間 也比較乾淨 因為既然你要做吃的跟喝的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應該要被重視的 那這是二樓的空間 二樓走上來之後呢 他們保留了兩個所謂的年米場應該要有的結構 就是這樣子的尖型的屋頂 因為以前的年米場的基距很高 所以它的屋頂都是做的比較不規則 所以我們在二樓的空間呢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新舊鋼構的 這一根也是 只要是紅色的這些全部是舊的鋼構 那新的跟舊的脫開完全植入在裡面 很多人說你幹嘛不把新把舊的拿走 你如果把舊的拿走 這個年米場就不能再叫年米場了 你還是要讓大家可以看得到它以前的痕跡 那把舊人拿走也比較貴 多一個成本嘛 所以我們實際的考量是這個樣子 那在二樓呢 我們開始把畫室丟進去裡面 那還有一個皮件修復的空間 那這兩個呢都是當地人 回鄉之後 因為我們家的能見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把上面的空間share給他們說 你們可以來這個地方 試試看推廣你自己的東西 那我們其實徵求的都 我們其實徵求這一些所謂的年輕畫家 跟住典藝術家 我們不像其他人一樣 就是說你只要把你的畫買來擺著就好了 人不用買 No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義務保管你的畫 我們是室外的空間 對不對 然後呢 我根本不懂你在畫什麼 對不對 那我們希望你跟人多一點的接觸 所以說呢 我們會要求他 一個禮拜 你最少要有六日 人最多的時候 你要人在這裡 把你的東西介紹給人家 就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紫維 他是一個高師大美術系的學生 他跟我說他從國中開始就很愛畫畫 然後呢 畫到他爸媽都很反對 但是他還是一路畫到高師大美術系 那他就把他的畫室 帶到我們家的屋頂樓上 那他跟我說他在屋頂樓上 其實得到很多的這個所謂的靈感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從小做畫的地方只有兩個地方 他家的倉庫跟學校的教室 但是開始在戶外做畫之後 開始有很多的人跟你接觸 你在畫畫的同時 就會有人來問 你覺得你在畫什麼東西啊 就可以開始有交流 當你在畫畫的同時 你可以感受到什麼 天氣的變化 熱 人 蟲鳴鳥叫火車經過 然後你開始對你的畫有不同的感覺 這是他對我說的 那他畫完很多畫以後 那一天我看他 我跟裴安在那個地方喝咖啡 他就在那邊塗他的畫 把他塗白 我說你幹嘛要把他塗白呢 我覺得我不喜歡我以前的畫 那就表示你有蛻變 你有成長 所以我們覺得空間他不應該只是死的東西 就是擺了一幅畫告訴大家你是誰畫的什麼東西 而是你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跟這一些potential buyer maybe他們想要買你的畫 你可以有更多的共鳴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所謂的income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呢 你還是要所謂 你還是要生活嘛 你不能老是畫了 然後又不賣 但是他因為在這樣 在我們家有了這個體驗之後 他竟然也可以賣掉六幅畫 真的真的 而且有一些是根本還沒有開始畫 只是在構圖 人家就把他買走了 然後我們的總結是呢 他喜歡的畫都賣不出去 他不喜歡的一定賣得出去 為什麼 畫那個狗啊 貓啊 夜 超好賣的 你付兩萬OK沒問題 那他很喜歡的抽象畫 擺在那邊 欸紫維這什麼啊 這是我啊 蛤 多少錢 30萬都可能沒辦法啊 那就會有開始有很多 喜歡畫畫的美術班小朋友出現的 就像他們 來看看姐姐 怎麼樣來闡述他的畫 那他也開始在上面開始分享他的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空間應該是要有更多的利用 而不是只是 純粹的塗塞一個東西上去 然後不管他 對 所以我們把二樓的空間把它再利用 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誰說在戶外不能辦展 之後呢 還有一個學生叫林文勳 他的個展也在這裡辦 因為他覺得在這裡可以有更多的人 不懂藝術的人 開始會跟他講 欸你的畫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也許他不懂 但是 你會開始有很多的共鳴 那這是二樓的空間啦 就是從剛剛那個皮件的畫室 皮件的這個工廠走到這裡來 剛剛你們看到的 那整個主體是一人 是一起 那一起呢 我們一開始並沒有想要做那麼多的座位 因為就像我說的 我們只是想要做一個烘焙的空間 只要有可以囤咖啡豆就好 對不對 那後來發現呢 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人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開始建構了座位區就是這裡 培安繼續沿用了他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剛構脫離的技術 一直往前邁進 在這裡一樣植入了透明的玻璃 然後呢 把綠色的東西放進去裡面 讓這些牆面依然保留他的樣貌 所以我們家很好玩 就是沒雨季的時候 像你現在來的時候 你發現牆是會有這種所謂的 藻類 或者是所謂的青苔跑出來 那冬天的時候沒水乾旱 它就像這個樣子乾乾的 而我們也不會去抓 我們也不會去放多餘的畫 而是讓建築的牆跟光線 去做一個主要的交流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家的咖啡師 就是沒事要爬上去幹嘛呢 就是 夏天的時候需要把豆袋鋪一下 因為還是有點熱 主要是十二點到兩點的時候 陽光會止射通過 你看這個透明的玻璃屋頂 但是其實不大需要擔心 我們家冷氣都滿大台的 因為我們都已經有設想過 這個 這個未來會發生的這個狀態 就對了 這個是白天 我們從上面的空拍看下去的這個樣子 就是在這個後面的 這個是所謂的山崎 就是我們發現人真的越來越多 又坐不下去 然後要後衛後門久的時候 我每次都貼圖給陪安 我需要多一點的座位 於是呢 後面的空間 在這裡就多了一個所謂的蒼穹 就是這裡的一個多的座位空間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多了六十幾個座位 總共加起來大概七十個座位左右 那以目前來說 他的結果我們是滿意的 因為這個案子 所以高雄市文化局開始注意到大和在做什麼 所以在之前他找我們去談了一個 所謂的三和銀行的這個所謂的註點計畫 就希望請大和去經營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他覺得大和在新舊的這種建築物的這個 品牌的理念跟設計都有他獨到的地方 但是其實我是叫他去找陪安 因為這是他設計的 我們只是用這個空間 所以這個是後面三起 就是這個區塊 一樣是鋼構 所以說我們可以在新舊鋼構裡面找到一些平衡 那還好就是其實陪安也注意到了 我們周邊有很多的大樹 當你的陽光離開中午十二點的時候 就是被這些大樹都擋住了 所以他基本上是不大會熱 這是裡面 所以在這個倉庫呢 他原本就沒有屋頂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沒有置入屋頂 而是置入我們需要的區塊 去做一個所謂的空間的利用 其他的地方我們還給所謂的 這個自然的主體 所以其實這裡面用的樹都不是很貴的樹種 像這裡看到的裡面的樹 就是台灣卵樹 一棵大概2500還還種好 所以它不是很貴的樹種 它就是本地的一個所謂的原生種的樹 而且它長很快 它只要種下去沒多久就變這個樣子了 對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有很多的蕨類 還有很多的姑婆魚 它也不是很貴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走到鄉間小路 你就會發現這些東西 就是存在在所謂的田裡的牽末之間 對不對 而且你不用照顧它 它也可以長得很好 那姑婆魚就出現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台灣卵樹 這一棵也是台灣卵樹 所以我們把中間的留白 直接留給 所有想要在這個空間裡面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好 說話也好 我們把三個空間做出的區隔 不會有互相干擾 這個是晚上 那我覺得要值得說一下的事 你看這個是一個小車站 那竹田火車站 那我們家在竹田呢 是唯一方圓百里之內 可能找得到 晚上有燈的 這麼大的主體建築 那其實我們的燈 晚上都是沒關的 都是這樣開著 那其實很多人會說 啊對啦 就是廣告要這樣做 可是沒有人的時候 做這個廣告 會做有鬼看的啊 對齁 但是我們會 我們會讓這些燈都開著 其實很重要的原因 是這裡的尾班車是 10點20分 那10點20分 通常鄉下大概 8點就躺平了 你知道嗎 我阿公阿嬤差不多 八點就來哭了 沒什麼人 所以其實在我們大河 在燈務所還沒起來之前 這片廢墟呢 是大家很害怕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把燈點亮 就是幫大家照 先照好一段路 讓你可以安心的離開 不用那麼匆忙 對 不用說未來未跪啊 還是幹嘛 跑很快啊 這樣該不是 就是我們把燈都會留著這個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 那這是我們大河的烘焙中心 那裡面就會有比較的裝備設備 這5公斤的ProBar 我們就可以不用那麼累 就是每次呢 就要一個人進去 從早炒到晚出來 哇好累喔 因為還沒弄完 明天要繼續 我們覺得應該把精神 留給跟客人之間的互動 而不是把它弄得很累 然後併在機器旁邊 對 這個是我們的教學中心 對 就是我們會有很多人 開始來學習咖啡 甚至是怎麼樣來 沖煮一杯咖啡 或者是屬於自己的咖啡 這個 這個人有在現場 你在那裡 突然看到 那這個空間我們還留給什麼 其實很多人想要開店 他會想要 開始想要開店的時候 會缺乏手上很多的資源 你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我們把CI的設計師帶出來 這一位人兄就是大河Logo的設計師 讓他來跟大家交流 你要怎樣做出一個 如果你要開店 或者是你要做設計 做平面 做CI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事情 是必須要被注意的 對 所以這個空間呢 我們就會利用就是說 跟年輕人 如果你想開店 我們大河手上有的資源 你都可以使用 所以說 他不是只是單單 只是大河的 而是附近的年輕人 在回鄉 在創業的時候 像最近有很多人想要回來做民宿 第一個就找到大河 我們有什麼可以幫你的 我們有什麼可以配合的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種課程出現 當然這個利大師 這個是頓目所的主要設計師 所以你看 在這裡上課很有趣的是 他會把頓目所所有設計的模型都帶來 告訴你 Design要注意什麼 你喜歡什麼樣的氛圍的東西 預算要怎麼樣控制 你可不可以做的也像大河一樣 是這樣子的氛圍 跟這種質感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是會開這樣的課程 讓想要開店的人 對室內設計 應該怎麼做裝修 要有一個基礎的概念在 再來就是 商品的攝影 現在開店就是必備的 一定要有這個功能 那我們找的是Sony的攝影師 他用一個簡單的單眼相機 就可以拍到所謂的你想要的商品的效果 我覺得是現在開店是很必備的一個功能 即使你不開店 你出去指拍 或者是在其他的空間去做商社 或者是美學的利用的時候 我覺得攝影都是一個很必備的 所以他會告訴你 基本的產品的拍攝 要怎麼樣做會比較好 光線要怎麼去 構圖要怎麼來 所以在大河 它是一個平台 它不單單只是一個所謂的 喝咖啡的空間 一個新舊改造做的還不錯的地方 而是它是當地的年輕人 在尋找資源的時候可以找得到 在這裡會有人幫你get ready 你只要肯進來 你就可以找得到這些source 那我們在營造所謂的 在地的生活的質感 就像我們在說的 我們希望每一家店都是唯一的一間大河 所以說 我們用的東西 材質都不是非常的貴 你說像這個屋頂 這個部分來講 它其實是鐵皮 只是度不同顏色的烤漆 然後呢 培安和跟你說 其實沒有多多少錢 真的沒有多多少錢 那你就可以把這樣子的 這種所謂的排序 跟所謂的design 放到你自己的房子裡面 你的質感自然就會 有比較高的加分嘛 對不對 那這個鐵皮呢 它又再做了一個更細緻的 這個效果就是 它把它裁成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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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去 對應的是跟誰 對面的火車站 它原本就是木造的 雨遮板就是一片一片的 對 那它把它放回來 剛好跟外面的所謂的 井還有建築有了一個共生的概念 它就不單單只是你家特有的東西 而是 你看起來就像我 我看起來就像你 那整個環境進來就是為大家 這種所謂有種共生的概念出現的 那我們還在尋找的就是一種 所謂的生活的美學 像 你這張圖來說 我很喜歡這個座位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八個位置的單人座位 因為每次我上班就一個人 然後呢 甚至你想要思考 或者是想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單人座位是可以滿足 你不想說話的那個moment 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單人座位植入呢 再利用後面的牆面 前面鋪上碎石 它自然就有它自己的 在地的生活的美學就出現了 就是 都是 當地的建材 沒有多於新的空間在裡面 它就是 只是舊跟新融合在一起 那裴安其實很用心的是這片屋頂 這片屋頂它做斜的 它沒有做成平的那個概念 它就是覺得說 這個斜的屋頂其實是可以對應很多 像樹葉的這種菱角出現 那這一片屋頂其實也很有趣 我跟裴安當初在監工的時候 那個吊車來吊這個屋頂 它很有趣 他說 誒 換你們一個屋頂 吊一天喔 這個屋頂不大耶 大概才12米不到 他說你吊 光是定位它就吊了一天 通常如果我們去別的建築 你可能就是反正量好了就散了 一天吊個十幾二十片屋頂上去不是問題的 結果我們花一天的時間只吊這一片 然後他就說 喔 這次來這裡喝三杯咖啡都不用做事 那三年的份 一天就把它喝完了 就只是一直在定位這個屋頂 那這個屋頂出來以後 它其實是有加分的效果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落葉很多 落葉掉上去之後呢 下大雨 我只要在這個角接就可以了 所以培安海幫我們想的蠻好的 我們不用花多餘的時間再去 誰要上去 像我們那個同事 每天叫他上去鋪 或是掃的時候 他就 欸 喔你去好不好 我說怎麼每次我去呢 不是啦 你掉下來比較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我們要營運嘛 之類的 所以說剛好每次只要下大雨 我們只要在上面買個桶子 就想結束也 完美 那我們是一個周邊觀光的起點 就是其實這個小車山附近有很多的老房子 不管是閩南式建築或者是客家式建築 或者是洋場小鏡 你都可以發現 來的人既然都沒有一個所謂的tourist information可以問 欸 我要去問誰 沒有 但是火車站周邊下來就有我們大河 還有加上這個所謂的日本圖書館 所以你會看到有日本人其實蠻常在那裡出現的 他們穿著kimono在那個地方 所謂的跳來跳去走跳一下 感受一下他們之前在這裡捐的書 所以有大部分的 只要念日文系的人 不曉得這裡有沒有 我們南部啦 念日文系的人 幾乎都會來這裡借書 對 那這裡 就是因為我們在敦牧所呢 這個我們老闆很喜歡 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我講 欸 為什麼我們新竹都沒有啊 跑那麼遠去 每次都是要跟你們老闆娘下去再有辦法去這些地方走一走 我們新竹也來一間好不好 我說好 於是呢 大河風之所coming late 其實在兩個禮拜前他是coming soon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旅社的預算剛好丟在我桌上 一看完之後馬上把它改成coming late 要多late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旅社的預算確定之後 這裡就會開始動 因為比較好抓 那 在這個地方原本就有一個老闆蓋好的房子 他準備要養老用的 那呢 我就跟老闆娘說 那你新竹要蓋在哪裡啊 他說竹北啊 我說竹北很貴 你知道那高鐵站周邊 那房子啊 像保姐有去看洛杉嘛 對不對 一坪五六十 雖然跟台北沒得比 但是也是很貴了 對 然後呢 他說我跟你說 我有塊農地呢 剛好呢 這個上面的這個建築物都是合法的 我們來試試看 我就把佩安又找來了 我說佩安 我要一個空間是可以代表大和又代表當地的所謂的這個 歷史文化風俗也好 都OK 他跟我說 好吧 給我一點時間 結果三天他就搞定了 他就畫完了這整個圖 他其實是一個半屑居的狀態 因為這裡有新竹人嗎 OK可能沒有 我們新竹就是風很大 那其實我們風很大 他冬天的時候其實很懶得出門 因為太冷 風又很大 所以呢 我們希望他是在一個半屑居的狀態之下 可以有多餘的活動的空間 而不是只有在房子裡面 所以 裴安就開始來改他 怎麼弄他呢 他把屋頂做了超大的延伸到地上 然後呢 把樹種進去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光線剛好可以進去 我覺得保檢以後可以 之後有機會找裴安來講一下 這兩個案子的設計 我覺得會很有趣 可以讓大家知道他的設計的理念是什麼 然後呢 我們新竹其實是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的小朋友的出生率最高的地方 應該就是在新竹 全台灣來說 我們那裡 不管哪個幼稚園 不管哪個小學 我兩個女兒天天都在排什麼時候 要進去都要前一年才能預約 所以溜滑梯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當一個場所有溜滑梯出現之後呢 這個爸媽大概可以放風 快點不要去玩 我們裡面喝一下咖啡啊 之類的東西 所以裴安把這個東西也放了進來 那這個空間呢 會有民宿跟咖啡館的出現 那種樹也是我們老闆很喜歡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也挑了很多的樹 然後呢 想要把它植入在這個空間 這個是模型 那從旁邊看過去 他基本上不是瘋死的 他還是會有所謂的風的流動在存在 但是呢 所有的戶外的延伸會是在屋簷下面進行 他就不是單單只是一個空間的再造 那外面會配合 剛剛看到的這麼大的基地 外面會配合他的樹 還有所謂的土丘 去做成一個比較自然的 穴居穴居房這種設計的概念 拿掉屋頂以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左邊這個地方呢 會是民宿的空間 那右邊這個地方呢 就會是自己的咖啡館的空間 其實在大和的設計裡面 我們一直把這八個字放在心裡面 其實深野俊明大家知道這個人 他是做殘庭的一個和尚 那他覺得一個好的殘庭在設計之前 大概要有這八個字在 我們再把它放到所謂的建築設計裡面 我覺得也是有異曲同工之鳥 尤其是在劉白跟共生這個區塊 所以我們大和的設計都是圍繞在這個框架裡面 所以我不曉得大家在找設計的時候 是不是全權委託給一個所謂的建築設計師處理自己的案件 但是我們大和不是 我們大和其實在每一個案子開始之前 我們都丟了很多的資料給培安 給我們想要的室內設計師 我覺得他比較在行這個我丟給他 然後他回饋回來之後 我們還會再討論修正 我們常常發現其實有很多的設計師 我們也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是設計師 因為丟回來的圖是你真的連想 要怎麼修都沒辦法修的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遇到過 哇這人知道要怎麼修 就是你可能連改個門改個什麼都會覺得不搭 有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把這些東西都放進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 如果他的設計有注重在這一些 這八個字上面 你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共鳴 你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一個 我們不要說Best Design But Fine Design是可以預期的 然後我想問大家的就是 現在很流行的一個Business Model 就是很多的網美店 其實大合一試 就還蠻多人喜歡來拍照的 你們覺得氛圍是一種文化嗎 對我來說我覺得氛圍是一種文化 因為它就是很多的元素在裡面 有很多的文化底蘊在裡面 所以當我們飛機飛到日本的這個機場下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日本 當我們飛到芬蘭的時候下來 這就是芬蘭 因為它的文化底蘊造就了所謂的氛圍的存在 為什麼顯現在建築上面 顯現在街道上面 顯現在天氣跟植物上面 你都可以找得到氛圍這種東西 但是我們台灣可能比較怎麼說 很多人去一家店就會開始去品頭潤足它 OK 這家店只是在賣氛圍 但是你確定它的東西就一定好吃嗎 食衣住行都是一個文化的代表 對我來說氛圍的營造也是一種 那我們台灣的氛圍基本上在很多地方 也許都還需要再加強 尤其是在每一家店的設計上面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和敦物所存在很重要的意義 是在我想要讓它有一個教育的意義 就像敦物所開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來我們店裡面都是設計人 不是做房子的就是蓋房子的 要嘛做室內設計要包裝設計或者是要幹嘛的 學校也會開始來看這個地方 原來房子也可以這樣蓋 書上沒有教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種設計才是一個台灣的這個 台灣的這種所謂的氛圍應該要 要可以做到自己的一種方式 最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這個東西就是說 因為我們常常去很多店家 甚至朋友的店家去看到很多的空間 甚至是很多的不一樣的氛圍 不一樣的飲食 不一樣的食衣住行 但是其實我們應該要注意的就是要 用心去感受一下這個店家想要呈現給你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我覺得之前裴安舅有講過這個東西 他覺得建築對每一個人都是可以有共鳴有感覺的 只是多多少少 只是多多少少 那我們去一家店也是一樣 這家店要給你的是什麼 一杯好咖啡 還是一個好的氛圍 還是一個好的咖啡加好的氛圍 還是一個他想要傳遞的是什麼訊息 我覺得就可以在裡面學到很多不一樣的 老烏新建 甚至是所謂的設計 跟很多不一樣的想法在裡面 所以 最後想說這個 四文商財 大家有聽過這個東西嗎 這是在大和 因為我們一任執行長在大和只有十年的壽命 我已經過了大概四年了 但再過六年 可能下一次寶姐再找來又是另外一個人 我們一直想要在大和的brand上面植入這個東西 因為 一個品牌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他才能活得比較久 那四文商財呢 其實在日本的一個生意人 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但是呢 他出了一本書叫做海賊的男人 那這一個人呢 他想要建立的就是四文商財的體系 他覺得做生意其實不用那麼緊張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一定要拿你多少 你一定要拿我多少 應該要用武士的這種所謂公平的心態去對待 你自己的供應商也好 你的員工也好 甚至是你自己的客人 而不是一昧的只是追求自己最高的利潤 所以我在未來的六年之內 希望有機會把這樣子的東西建立在大和裡面 讓後面想要來的 讓後面繼位的人 可以走出一條 這個所謂的 大和自己應該要走的路 那我們在未來的六都一直都有這個計畫 那希望 在六都可以再看到大家 然後呢 我們在日本也有計畫 因為我們想讓日本人看到你要哈台 所以 我們在日本也開始在尋找老倉庫的計畫 那我們會把大陸 我們會把台灣的咖啡豆帶過去 因為台灣的咖啡豆其實在台灣還蠻貴的 但是在大陸 基本上 在日本我覺得他們是可以負擔的 那 你也是一個台灣品牌 你帶著台灣的咖啡豆 然後呢 到那個地方去讓大家知道 其實台灣是Design 也是可以讓大家來哈一下 所以說 我們花多一點時間 給大家如果有什麼疑問的呢 可以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然後今天裴安也在 如果你對建築設計有什麼疑問也可以問他 對 因為我怕我表達的不是很好 對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寶姐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蔡先生的研討 我們看到這就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從一個 本來只是想回鄉 找個地方住一間旅社 然後就變成了一個品牌 讓他們從傳統的製造商 本來是一個聖誕燈泡的製造商 然後變成一個通路商 然後變成一個品牌 那現在看起來不只六都還有日本 他都有這個計畫把台灣的品牌推廣出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想說 其實現在老建物的維護 不是說只有把他修復就好 因為老建物需要花很大的金錢 跟心血去維護他 所以老物如果能夠活化 他能夠自力更生的話 其實更能夠延續老物的生命周期 所以我覺得大和其實是我們 幾年前我們認識他的時候 其實他那時候是因為培安在做竹田 竹田那個咖啡館開始 其實我們也沒想到他今天會變成這樣 看起來變成是一個品牌 我想這個是一步一腳步的事情 也許一開始有想到 也許一開始並不是一個無心插流的開始 但我想要變成一個品牌 一個老物人光是要從他的企劃定位 然後做這個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現場 因為Paul有跟我討論過說 希望多留一些時間 跟現場的聽眾做一些互動 因為我知道今天也滿多人 是從好像也有宜蘭來的 其他非台北縣市來的聽眾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在這邊提問 我想我們大家可以好好交流 而且我今天也請培安 應該是說培安也特別來了 因為培安特別來的話 也可以就一些設計的部分 如果大家對設計有一些疑問的話 我想培安也可以 當場可以跟大家做一些互動跟討論 我在去土耳其之前 去了一下半虎堂 就是他講那個 現在那個竹北最貴的房子 最貴的 洛山一坪五十五萬 那台北人也許覺得沒什麼 但是在新竹是一個非常貴的房子 因為他是一個種滿樹的 就是二十二省樓也看得到 就你家四周都是樹的那個房子 我覺得那個江文淵建築 是講一句話 我覺得一直覺得很好 他講說人文是從生活養出來 一個 我覺得一個國家進步再快 人文這種東西 真的是從生活養出來 不是你今天把這個地方變成高樓大廈 變得你吸收訊息 是全世界最快訊息 你就會變得很人文 他不是 他是從生活中慢慢養出來 所以他剛剛講的一個 他到底這個 你知道這個店 你想體驗什麼氛圍的時候 我對這句話就會非常感觸 其實真的 人文是從生活養出來 生活留在我們周遭 那我想請問大家 有什麼提問的 可以跟培安有一些互動 有什麼提問的 有什麼提問的 這位年輕的聽眾 你要問誰可以講 沒關係 我想要請問Pol 就是當初大和這個品牌 在找建築師的時候 是怎麼找到的 就是強調建築師 就是像剛才有講到是地緣關係 可是現在有自然洋行也有 一陪安建主室 所以想要知道當初怎麼會找 另外的是 因為大和想要每個空間都有他自動的特色 那我想知道一開始人力配置 有想說一個空間要放多少的人去 其實會找自然洋行其實也是意外 因為當初培安報價太貴 你是用台北報藥嗎 沒有 後來是因為其實我們的大和旅社牽扯到一個 跟文化資產配合很有關聯性的 就叫做修復事後的所謂的應應計畫 那應應計畫需要一些很特別的工班 譬如說你的募行家要回去的時候 你的文化局要求這一些老師傅 要可以來修復你家的募行家 所以我們就會其實這個project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所謂的基礎工程的部分 那基礎工程的部分其實在台灣有一群建築師 專門在做古蹟修復 那自然洋行剛好是這個曾志偉建築師嗎 對 他剛好是裡面的林四超建築師的學生 他們在學生時期呢 其實曾志偉建築師是跟著林四超老師 在做所謂的歷史建築的修復跟古蹟的修復 是之後他才出來開始走出了他自己的另外一個風格 那其實我們看了很多的案子 就發現其實這個老建物要再去做一個修復的時候呢 他的基礎的費用是很貴的 因為通常你不修不知道 一修你才知道 哇那邊又不行 這邊也不行 明明眼睛看起來就可以啊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當你修了之後 你才發現這樣也不行 那樣也不行 於是呢 我們開始 除了找培安之外 我們也找了很多人進來做所謂的報價 然後呢 這個曾志偉是唯一可以自己覺得 我想要降價來做這個案子 對 那後來呢 因為他們有私生的關係嘛 修不好我們找誰都可以 對 所以誰也跑不掉 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層關係 所以我們想說 OK 要不然你們就攜手合作好不好 這樣也算是信談佳話嘛 這樣也可以拿來 跟這個 往後的學生也可以拿來做一個 所謂的說明 對 那其實你說人力的配置 我覺得 像以大和頓目所來說 他有60個座位 我們的正職只有五個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營業時間很固定 九點半到六點半 好 那我們還要 我們還怎麼 我們還修八天 然後呢 一年之後還有七天的特休 基本上五個人已經可以cover所謂的 所謂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周期 而且我們通常是人修店不修 所以我們多了兩個公讀生進來幫忙 好 那 我覺得人力的配置其實是你要run了以後才會知道 你才會知道說 OK 因為有的時候 一個人 被超過 他可能就會超過你的想像 他其實可以做得更多 那 主要的還是 你自己實際去 你要實際的去 進到經營的這個所謂的 團隊裡面去 就是說 像我 我前三年都在煮咖啡 老婆小孩都在新竹 我大概一個月會有二十二天 是在屏東 我就天天跟著他們一起上班 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個人力 那你自己進去做了一個人力之後 你才會發現 其實可以不要那麼多人 或者是 我覺得他們太累了 配再多一個人 對 而不是 而不是只是 你只是出資者 當一個老闆 你可能在後面 就沒有 因為你沒有在裡面真的 運作過 你不會知道這個工作 到底辛苦不辛苦 還是不辛苦 那我們的初衷 不是說 不是 而是 在我的團隊裡面 我覺得 在 這個空間 要大家玩得開心 你才不會累 不要只是 上班 當作每天開心 嘶 expresso喝完 好喝好 離開 不是 而是你要在這裡玩得開心 那自然就會有人替你多想更多的事情 你的能力就可以再更精簡一點 而不是在採取以前的 像 把我們老闆再拿出來講一下 一九七四年 我們到 中國大陸去 他常常跟我說 你知道那些深圳有嗎 都一片頭 有人死在旁邊 都沒人家管 都怕要用打劫 那時候的人 一天只有三塊 是以前 但是呢 你知道嗎 他的工廠 以前我們的工廠 最多人 最多人 這樣講 不知道會不會有勞基法的問題 最多人的時候是兩千人 這些人 一個月 只休半天 什麼鬼啊 一個月只休半天 然後重點是 他從早上八點 就開始上班 上到晚上十二點 厲害了吧 這些人沒有一個人抱怨 OK 只要可以加班就可以了 沒問題 我來 真的啊 只休半天 那半天要幹嘛 你知道嗎 匯錢回家 那個時代是這個樣子 那你不能用 以前的時代 在管理現在的 現在的 這所謂的勞力階級 其實這就是共享的模式 一定要出現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為什麼 人不清土清 他希望是由年輕的 一輩的人來 來主導下一個產業的轉型 那我們在越南的時候 更好玩了 我又派出越南兩年設廠 那更有趣喔 那越南人說 不好意思 我可以要求你晚上加班嗎 白天 烏咖啡 給你錢 不要 我要喝咖啡 所以他們比較注重在 所謂的 休閒生活上面 享受生活 所以你以為給他錢 他也不要啊 可是在大陸 四十年前 給他錢加到幾點都OK 尤其是我們聖誕燈很有趣 一年我們只做一季 你懂嗎 因為只有一個聖誕節 所以一年只做一季 表示我們的工廠十二個月有九個月 好像都沒在動耶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必須要在一到兩季之間 把所有的貨都出完 那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聖誕燈跟一般的 這種所謂的商用照明燈 在歐洲的配比是一樣的 一比一的 意思就是說你在歐洲的 假設 商用照明燈的 每年的營業額是五億 假設 偷頭來說 聖誕燈也有五億耶 那人家是四季要做完 我們是一到兩季要搞定他 所以你就會知道 那個時候的人力的需求是 是不一樣的 那也必須你進去之後 真的進去 跑過一年兩年之後 你才會知道 人力要怎麼配合比較好 所以因為淡忘季又有差別 像過年我們人就比較多 工讀生就更多了 那現在可能就比較淡一點 那工讀生就會比較少 通常你的同事不會告訴你說 你的人太多了 只會告訴你 我覺得有點少耶 所以還是要你自己 自己親身的體驗一下才有辦法 這樣我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OK 謝謝 如果我回答不夠 也可以買我們私語最新的這一本 他上面有寫 那因為其實大家可能知道 他老闆其實是那個台灣 應該是算全世界聖誕燈泡前幾年的吧 前三有吧 應該有 應該有前三 全世界前三的聖誕燈泡製造廠商 那最後他當然他就想要 我覺得是蠻難得 就是回來台灣自己做自己的創業 就是屬於台灣的創業 那他們問題的 那邊遠遠的好像也有 我們先見這位好不好 想請教一下就是像大和旅設是七八十年的老房子 那在建築結構的安全上要怎麼樣去強化 還有另外的就是電梯的問題又怎麼解決 基本上大和旅設這個結構 經過所謂的結構計師鑑定它是很完整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樓板面 它的樓板是鋼筋滾離土 但是它的四邊的強制加強專照 但是因為它是做旅館 所以它每個房間等於是蜂巢狀的結構 所以它是很穩固的 它只需要在 據我所知 它只需要在所謂樓梯的部分 還有就是所謂的 簡力牆有被破壞的部分 把鋼筋撐回去就可以了 那電梯呢 基本上我們是裝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電梯也講到了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應該是殘障空間 因為我們是合法的旅館 所以你就必須要有一個電梯出現 那你要直路電梯呢 其實這個也是頭很大的地方 但是後來呢 我們把它裝在這個樓梯的 這個浴室的旁邊 因為剛好這個回形的這個結構呢 它是可以被打穿了之後 再直路新的港口 所以剛好就坐在了 這一個廁所的旁邊的這個角落 等於是這個角落的另外一邊 對 但是還是要經過結構機師 重新再算過一次 整個房子的結構 但是因為它 就像我說的 每個房間都很小 然後每個牆壁 大概都有八吋這麼厚 大概就這樣子 一個獎台這麼厚的牆壁 所以說 目前為止其實 剛夠的預算 我看來是還好 比較多的是水電 因為沒有廁所 你要拉很多的水電進去空調 又要鑽孔 又要那個 其實 水電就佔了滿大的費用 對 所以剛夠其實還不算多 OK 所以一個老房子要修復這段話 很大精神 因為要融入現代的設備 不容易 而且又不能破壞 最重要是不能破壞 那遠遠的那一位 你好 我想請問Paul 就是 除了大和跟 就是 建築師 跟設計師的 對話之外 大和跟 就是 當地的居民 有怎樣的一個對話 所以說 當地的居民 對於這個空間 的想像是什麼 以這個旅設來說 因為 其實 屏東市火車站 跟其他市的火車站 都有相同的問題 就是 所謂的 舊城區的老化 我不曉得大家 像新竹可能還好 台中可能也還OK 但是 以舊城區的老化來說 大和旅設的附近 基本上 現在都是做什麼生意比較多 你知道嗎 就是做 租腳踏車啊 來停啊 或者是租 機車來停的一個空間 基本上 人的 人對這種老建物的再利用 通常都是第一產權的問題 我們發現其實 太多都是產權的問題 因為這些人 真的那個年代賺太多錢 他不缺錢 對 那我們其實在做這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 在屏東市已經很多人在關注我們 這個 因為其實屏東市的人 對文化的保存 其實我覺得是 還蠻盡力的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協會 像 我剛剛說的這一堆眷村 這一堆眷村 全台灣最大的量體 就在屏東 大概現在有120戶 這只是算小的 我們這個是雙聘 就是位階比較低的軍官組的 還有獨棟的 那以前的這個順利人將軍的行館 也在這附近 那這120棟是全台灣量體最大 也是保留最完整的 全部都是由當地的年輕人 覺得說這些老房子應該要被再利用 而不是被拆掉 那也因為屏東機場是一個軍事機場 所以這些 這個地方 屏東是有現建的問題 以前 以前不能蓋超過八成樓 直到去年才解禁 你看我們多感應超美 但是也是 也因為這樣 所以這些老房子 才得以被保留 那剛好又遇上了 其實老屋的風潮 最近開始真的蠻盛行的 但是大部分的產權 都是在政府單位的手上 但是我覺得 一個城市要有一個自己的建築代表 它不見得要很新 但是它可以傳承這個城市的歷史 像大河屢色被保留下來 其實是很多人很樂意見到的 再加上如果它可以被國化成功 旁邊的這個所謂的 舊村區老號的問題 似乎可以慢慢的有一點解套的方式 像屏東縣長就跟我們講 我告訴你大河你先弄起來 隔壁周邊的我叫他們堪棒都拆一拆 我補助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館長可以先補助我們嗎 我們蠻大的嘛 對不對 他說沒有補助你叫土力特定廠商 但是你做起來之後 我補助他們OK這樣 我說OK 如果你要這樣說 我似乎好像也可以接受 他們需要的就是有一個人先出來做 做完之後發現這個建築跟這個品牌 是可以有一些收入的 然後他再來說服別人就容易 但是他不能先補助你喔 你還沒做不能先補助你 我先補助你就做吧 不行 因為這土力特定廠商的這種概念 對 所以我覺得以現在的所謂的老屋的風潮來說 只要你想要保留一個房子 那我覺得說做點努力我覺得是 現在應該都會大家都蠻支持的啦 跟以前可能就不大一樣了 我們的旅社旁邊還有一個 之前還有一排的豆漿店 它是一個半圓形的量體 它被敲掉之後 大概三大爆又罵了六天 屏東縣政府都沒做事 這個就是城市觀光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發展的題材嘛 因為建築其實一走出來就看到了 新舊 跟所謂的歷史的這個城市的脈絡 其實是很容易被做連結的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誰做老屋的新建 應該到現在的這個氛圍來說 應該都蠻適合的 只是說你在修繕的過程 你要走什麼方向 像我們家就沒辦法 然後後來說 你就是要跟 我就是要屢社區域免談 不然其實我們規劃了很多 醫美診所要跟我們租位 一個月六十萬我都不用弄 他就可以了 不行 不要 那個看板 你看我們那個外牆 三年沒有放過任何一個看板上去 也有人要租啊 一個月收四十萬 那不要 他就這樣放著 然後直到最近 我們要開始動了這樣 所以我覺得老屋的修繕是 在未來也是會有一個很延續性的話題 我覺得鄰居都會很歡迎 因為大部分都是蚊子館 你不太希望你家隔壁都會一直養蚊子吧 這樣我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有回答嗎 欸 質疑了 有回答 都年輕人在外 不錯 因為其實我也剛從土耳其跟米蘭回來 其實他們都是老建物 老建物到底要怎麼活化 其實這個是一個 你看你都願意花很多錢去歐洲旅行 就是為了看這些老建物 土耳其也是 那我覺得其實台灣其實還蠻多老建物的 像我們對這個大和 我跟他講我一直很關心 他跟我講明年才落成 怎麼這麼久 原來是為了文資法 但我很期待他明年落成 來這位先生有什麼問題 請教一下執行長 因為把老房子拿來 不直接租給人家去做 有高經濟效益的經營 比如說剛剛說醫美的這些 一個月可能就好幾十萬便宜這樣子 那拿來做這些比較有氣氛文化 的一個 甚至像你老闆 我就是要做旅館 就是要做旅社 有這樣的堅持 那當然他的經濟效益 可能就受到考驗 那所以 這是一個很奢侈的 影響 那 我猜 可能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 像剛剛執行長提到的 希望每一個方式 他都有自己的 business model 能夠支持自己 那這方面 可不可以提一下 到現在 這個 每個方式自己可以 在 在經營上 可以自己能夠經營的 這個曙光 可不可以 稍微提一下這方面 曙光什麼都限制 不是這個意思嗎 對 對 對 以以色來說 基本上我們沒有太期待他 會幫我們賺多少錢 但是 其實我們老闆在 樹立大和這個品牌的時候 他說我最少要做50年 那 你知道一個房子50年 餐體它就可以稍微便宜一點 那我只要 你做5%賺錢就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做5%賺錢 要修它 你必須得自己出啊 那 所以你慢慢的 你說像 呃 呃 鋁色因為還沒修好 但是我們的預估是 它不至於會虧錢 那你說頓務所 它是一個賺錢的地方 老實說 呃 以 今年來說 它才 今年剛滿一歲 那 那 它 在上個月的營業 有一個月是80 對 在屏東 就那個比較小的地方 雖然在台北它不算多啦 它是80 但是它已經在賺錢了 對 那因為那個第一家小的咖啡館呢 因為它是位置的關係 它只有19個位置 它是屬於小賺的狀態 那另外一個 這個coming late 因為還沒蓋 所以不曉得怎麼樣 才可以做出一個所謂的評估 但是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是我們做了以後 再幫忙調整它 不然其實 我這一輩子 做了很多的marketing strategy 或者是所謂的東西 沒有一個是準的 真的 因為很多事情都在改變 很多事情都會影響到你的決定 那以我來說 其實不要講那麼多 先做修正 先做修正 直到找到一個屬於你自己的方式 當然你會說 那是因為你們公司大 那是因為你們有銀彈 所以用不完 但是 你必須得反過來講說 其實生意人對investment 是很斤斤計較的 他不是說 你這個合約你拿一開 沒有 他借你的錢 你是要還給母公司的 他有跟你講 他說我只叫你幫我賺5% 其他的我要還給人 所以說 這一些房子都是進行5到20年的攤體 設備機械也是 所以我們的財務長 天天每個月就丟報表在你桌上 欸這攤體完了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 還有那個 還有這個健保社保 這些東西 所以很多的經營 我覺得是 在你還沒做之前 都很難有一個定論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想法就是 逐步的去調整他 找到一個你自己的方式 我覺得都是可以實現的 像我們開第一家店 預算就是250 現在加盟一家店要不要250 要吧 有沒有人想過要加盟很多體系 現在都要350 400對不對 對啊 那我們用250來做一家店的攤體 所以你的財務報表是要被檢視的 不是只有 欸我們 聖誕生做全世界前三名 你就會把他拿給他 這樣打了 沒有這回事啊 生意人對這種投資更是斤斤計較 一分一毛他都不會讓你 在財報上面消失或是不見 他還是會跟你算的很清楚 所以我們每年 頓務所在檢討的時候 他是最快的 大家不用一年 他就已經開始在賺錢 對不對 那就表示說 這個方向似乎是 大家喜歡的地方 對不對 那 如果說 在未來 你在 你說要盈利要多少 基本上我覺得 他跟你的電數有關係 你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所謂的 chain store 出現的概念 因為我們其實也發現 你開一家店 他的成本超高的 高到一個爆炸 開兩家店發現 怎麼兩家的成本 都開始往下掉 開三家以後掉更低 所以當你開超過三家四家之後 基本上你的成本 會掉到一個很低的限度 這是我們自己在分析 自己的財務報表的時候 看到的一個現象 才會意識到 哇 為什麼現在的 連鎖品牌店要矛起來闊 因為你掉到最低的時候 你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那個賺錢的倍數是 飛上去的 它不是像你有一個曲線就是這樣 不是喔 它可能是 前面都是平的 然後啪 飛上去 其實鋁色的連結 不單單就像我說 它不是只是一個住宿的功能 那就是為什麼 我們還有計畫要到日本去 也有一家這樣子的體系 就是說我們希望 用這個鋁色 跟這個日本的 這個所謂我們自己的鋁色 去做一個連結 我們還要坐哪裡 觀光 這個部分 所以大盒不是單單 只是賣個精品咖啡 NO 它有更多的連結 對 以咖啡來說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觀光 懂咖啡的人現在都知道 C to cup 的概念 總指到杯子 欸 你從 從 從 不好意思 從日本要去看 所謂的咖啡 樹的所謂的莊園 沒有台灣要飛去哪裡 最 最 少 最 少 要到印尼 對吧 不好意思 有台灣的話 兩間間你就能夠搞 對不對 飛到屏東飛到台灣 你就可以上去看到 一片咖啡的莊園 下來你就可以看到烘焙 你在日本就可以喝到 台灣的咖啡 來 C to cup 讓你兩個小時就可以搞定 不用飛八個小時 甚至飛二十四個小時去哪裡 巴拿馬 不用欸 台灣就可以 所以我們 我們一直在試圖尋找 不同的模式 而且是跟著 跟台灣有關係的東西 去做莊園 對 你說當一家店 兩家店 當你有六家旅館 跟六家咖啡館 十家旅館 跟十家咖啡館的時候 我相信他的運作 可能就不是單單 是這個樣子的 對不對 星巴克最厲害的是什麼 是這個樣子的儲職 真的 我沒有騙你 我有一個朋友在 南部高層 是不是有沒有星巴克 講一講 沒有那個 就是 是一隻的那家 沒有 對 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家 全世界營業額最好的 星巴克店的澎湖 他一天的營業額是多少 一百萬台幣 然後呢 好死不死的這個南區的總代理 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說 一看到這新聞我馬上LINE他 我 Mason Mason 你有什麼秘訣可以告訴我 一家咖啡館一天的營業額 可以一百萬嗎 因為我算了一下 你知道煮幾杯咖啡嗎 那可能 兩百個人來煮 煮到天昏地暗都沒這個營業額 對不對 他說 有啦 那人也存值得四十萬去啊 然後呢 那隨行杯也不會四十萬啊 So 他在講的叫money game 他在講的不是一個 經營管理 他講的是財務管理面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看待這個品牌 或者是這個建築的規劃的時候 有的時候不是只看 單單一杯咖啡的營業面 而是他背後延伸出來的 很多的品牌化之後的 利益最大化的東西 我看我這樣一講完 就銅湊味太重了 這個打回去打回去 OKOK 那我有回答大哥你問 有有謝謝 其實你剛剛講這個 其實我就想到說 一樣啊 其實這次財務堂的時候 在跟江文淵建築師對話 那講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很多設計師 也一開始問 他一個小服務 隨行的都是比較剛開設計公司的 小設計公司 他就問他說 欸我怎麼樣 你看我小設計公司的時候 我不能挑案 我做的一定都是小案子的 那我有哪一天才可以像我這樣 不但因為江文淵就是財務堂 他是做 本來做室內建築 他現在是建商 我哪一天可以像我這樣 我覺得江文淵就會很好 他說有的人是走過去才相信 有的人是相信然後走過去 他屬於後面的 因為你相信 所以你走過去你自然會獲得 那我們也很希望 有像很多像他老闆這樣的人 願意把錢留在台灣 然後真的去做一些屬於台灣的品牌 我想不管賺不賺錢 我想這個 他 我猜製造商應該更講毛利 這些應該都 因為我們自己在做經營都知道 即便我們賣書 我們都還是很講毛利率的 對 那一樣的 我想這個都是所謂 他們在營運上面 他會去想到的 那當然我們很歡迎這樣的企業 願意把錢投資在台灣 那還有沒有問題的 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有沒有問題 不錯 您好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現在可以理解說 我們要就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時代 現在是超級 什麼要City往前走 那就是外觀上可以保留 就是老屋的特質沒有錯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說 就剛剛說的心計效益的部分 因為剛剛這個屋底 整個就是很通明 那一定電量跟水就是成本非常高 那有沒有在這一塊上面 做一個成本控制 那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置入的部分是 就是跟綠色植物生態有關 那很多 關於就是 比如說Google總部 他們是一個綠色環保建築 那他們通常員工第一個抱怨的是 蚊子很多 蚊子就是 這塊部分 關於衛生是怎麼解決 這是第二個問題 然後再來第三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們有那個建築的背景 我想要請問一下 說剛剛就是在屋底上面有 做了一個植栽的部分去遮陽 那因為其實建築日的設計 是比較不容易被更新的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遇到春夏秋冬的話 那個日夜溫差 然後或是陽光升起或是日落的話 它其實每一個時間點都不一樣 那只光靠綠色植栽這個部分 就可以解決嗎 應該 你是不是有其他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怎麼調節這個自然陽光的部分 這三個問題 謝謝 我真的耶 電量 不好意思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哇 第一個是會說 它的透明屋頂的話 它那個電啊 用電用質量會不會增加 這個 通常我們也算過這個 像我們家的這個 這個這樣子的基地面積 包含我們的烘豆機 也是用電很大 它是230伏的電 那其實如果你開過咖啡館 你會發現 其實咖啡館的機器都是230 所以我們當初在建構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請好三項用電 那因為三項用電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的電費 我看過大概一個月大概1萬多塊出頭 是非常少的 那你說在電費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靠三項用電來做一個節電 還有那個冷氣 基本上我覺得要挑對冷氣的廠商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南部有一個 這個廠商不知道能不能講 因為他們家專門做很多的標案 那他說一樣的機器是日曆 是這個價格 那這一家使用的代工廠的冷氣室 它價格的一半 但是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呢 代工廠的機器是可以改機的 改機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在進去後面的這個程式的設定裡面 去讓它的所謂的冷卻的循環的效果更好 但是壓縮機會更省 會作用更沒有那麼大 這是它跟我說的 那一開始我覺得它在唬爛我 乾媽 冷氣又讓人家蓋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覺得從小到大 你現在是怎麼樣 我現在做這個 你是那個嗎 後來我們發現夏天的用電 一個月只有一萬一萬二的時候 我開始相信他說的是真的 然後再加上其實你看一下我們家 這個屋頂的配置 其實 有看到這邊有一排小夜懶人嗎 我們家的太陽 並不是從這個角度直接中間射過來的 我們是在小夜懶人的旁邊飛的 緯度的關係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陽光要直射到下面這個玻璃的機率是很低的 只有中午12點到2點的時間 另外一邊後面那是一棟三層樓的高樓 東邊升起那一邊是東邊這邊是西邊 東邊升起的時候那一棟大樓幫我們擋掉了很多的陽光 這個培安我覺得它在設計的時候有掐紙一算 有精算 對 有算過我覺得 然後呢 再加上你看看這一張圖就很仔細 這個鋼構並不是 這個圍牆的上面 而是圍牆的下面 兩尺的地方 所以這個圍牆也出現了遮陽的效果 對 它並不是完全四面都是照得到太陽的 如果有一些玻璃物你發現 它就是單單一個單體 它基本上就是從太陽身體到結束的每一個面都在曬太陽 它一定會熱 但是我們家的鋼構結構只有屋頂 還有裡面這一面牆是玻璃 旁邊兩邊的圍牆是很厚的老倉庫的八吋壁 基本上太陽曬到這一面牆 你用手摸這一面牆 它還是冰的喔 因為它的熱傳不過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前面講到的牆面 牆面跟玻璃脫開的那個部分 有看到這一面牆嗎 前面的這個空間全部跟它脫離大概有兩尺的距離 所以你看它現在拍的這個是西塞的空間 這一面牆就擋掉了絕大部分的太陽 然後這個鋼構的上方還有第二個空間是通風的記得嗎 所以在這個空間裡面很多人會覺得說 去到我們家在屏東會曬太陽 你基本上在裡面要穿外套 真的不騙你 下次來一定要戴 有人可以見證 真的有人去過 真的夏天要戴外套 所以以耗電量來說 其實它並沒有那麼的耗電 對 那你說蚊蟲這個問題 我們倒是還蠻有體認的啦 我們講回去監工的時候 我跟培安啊 這個為什麼我們會有那麼多的玻璃門 還有那個隔間是串連在一起的 就是這個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兩個有一天呢 吃完飯回去以來 那個工人在睡覺嘛 哇靠 這個人 怎麼有一位黑色的人影躺在地上 啊靠是水電 剃下他的腳 那個人起來全身的蒼蠅 哇 你看過那個電影 Mommy Return有沒有 就跟那個一模一樣 我跟培安嚇一跳 我說哇 不是吧 對 後來發現 其實田野間有很多蚊蟲的問題 那我們後來是用什麼方式處理呢 我們除了這個 我們種了很多的薄荷 在裡面 對 尤其是屋頂 剛剛可能還有看到一排 像這個 這個樓梯的下面 全部是薄荷 我們在陰暗的地方種薄荷 對 然後呢 呃 基本上蚊蟲會出現的季節 大概就是只有 好像是只有 秋冬 秋 秋 夏秋兩季比較容易出現 但是自從我們種了薄荷 然後呢 把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捕蚊燈 每天晚上空間都把它開一盞 就很少有這個問題 對 對 生態 對 對 我覺得會比較有幫助 對呀 這是第二個問題 對不對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不好意思 日落日出 它因為時間不同 建築不變 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對對對 因為其實就像培安算過的 就是說 我們那一排小夜懶人 基本上已經幫我們擋掉了絕大部分的太陽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太多的所謂的日晒的問題 對 然後前後兩個建築物也幫我們擋掉了大部分的陽光 所以我到目前為止 我自己在裡面待了這麼久 每一個空間 我都不會感覺到會有悶或熱的問題 當然悶熱的這個 主觀意識很多 像培安比較胖 他可能會覺得熱 對 如果比較瘦 我真的不會 我覺得還好 對對對 如果是冬天 就會轉熱 我們屏東沒有冬天 不太冬天 不好意思 我們屏東只有夏天 所以我們 所以你發現 屏東的冷氣沒有暖氣這個選項 沒有暖氣這個選項 選項 台中以北需要 台中以北才有暖氣 所以不要裝錯了 如果你在屏東開店 不要裝冷暖空調 沒有浪費錢 對 所以我們只有冬天 我們冬天 基本上就是 反正你就開著26度 然後門可以開 OK 所以我們會有 這個氣窗都有紗窗在 所以我們 沒有 目前為止 真的 在屏東很少經歷過冬天 我們都穿短的啊 冬天 真的 真的 可以證明 因為我地形是屏東的 每次過年回去都是穿短袖的 對 就是天氣 倒是 不過我想建築跟室內不太一樣 那培安是 因為他是建築出生 所以他對於 我想做建築的人對於周遭環境都會滿注意的 所以他會從 他會從原來的環境去考量他的建築 他會利用所謂建築 他整個周遭的建築去規劃他的設計 我想也不會無緣庫展出一個玻璃物 那真的是非常好變 這讓我想到 我們是不是在哪裡 高崔寫是在嘉義 他就是一個無緣庫展出來的玻璃物 然後 然後怪警官 然後還有 因為其實時間也差不多了 綠色的妹妹 好好 綠色的妹妹 好 貞欣 您好 我覺得您的講座讓我還滿有一些想法 然後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 我的問題可能 不要不一定對於單一物件 而是說 對於整個文資法的話 您會不會 就是 你們的經驗可以給 就是說政府相關的一些意見 因為其實 以一般民眾 或者說我們比較喜歡文化人來講 當然都會期待可以保存 比較古老的房子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是因為政府它大部分的業主 或者說所有權員 其實並不像您的老闆一樣 是可能擁有很多的資金 或者說擁有很多的資源 所以它相對的話 文資法其實是會給業主 蠻多的一些 就是說要求 但是它可能沒有辦法提供相對的那一些補助 或者說它即使有補助像您講的 它可能只有10% 20%的補助 那要 那不然是 所以說政府可能會補助 90% 但是會干涉很多 而且它其實是有一個上限的補助 所以像我們知道其實有不少的物件 他們都會在 莫名其妙在半夜中就自然 自然就消失了 自己失火消失了 所以我說當然我們知道一定是人為的這個情況 那因為業主不是集團 那他們有錢修善 可能20年50年的這個單體時間 其實是很長的 所以您會不會對於說 政府這個利益良善 但是它可能就實際的操作面的話 並沒有那麼周全的一個辦法 或是說給大家一個動機去 真的去 就是說他們有給一個相對的經濟的回報的話 那您覺得大概應該怎麼樣才能夠找出一個方案 就是說能夠像是說有更多像您的老闆 以及您來 就是說 指導的這些案件可以有這樣好的結果 這是比較長的問題 謝謝 所以你是政府單位的人 要挖洞給我跳 應該會說現場的政府單位的人 因為政府單位的人就需要聽 我政府的政府單位 我只是一般民眾 其實我是自從修了履車才開始接觸文資法 那其實我也算是半個專家了 因為我們家走的是 現在你在一般的案例上都找不到的 就是自己付錢 自己買履車 還自己租錢修 然後還自己說 你不用管我 自己的經營管理我自己來 你只要趕快我報告寫給你 你報告還要我們花錢 一份多少錢 你只要我們一百五 要寫幾份 三份 還沒蓋就已經四百五出去了 他說每一本都出一本書 他告訴你說 這可以放在圖書館 留方萬資 Thank you 但是我覺得 其實 我覺得老房子應該要有很多的分級 就是說 有一些確實有它的歷史意義價值 政府來介入 來修善是OK的 就是你修復如舊嘛 對不對 就是反正你要 就是 假設是某一個名人的這個老房子 來講好了 那本來就有它的歷史跟文化價值在 那你就應該 修回去它原來那個樣子 然後給大家看到說 OK 這兩百五十年前 我的祖先在這裡開錢 創花費 之類的東西 但是 我覺得大部分的老房子 應該要有松阪體制在 就是說 你要修可以 但是不是按照你原來的方式去修 因為你按照原來的方式去修 它就變貴了 像我們家的鋁舍 你知道那個 福州山要去做的窗戶 兩百六十五山 一散五萬塊 然後每隔五年 天氣潮濕 跟你說 不好意思 我要歸門 半年 因為我要聽到來頂修嗎 不可能 所以我們說不好意思 我要YKK其餘免談 因為錢是我自己出的 對 但是 所以我說 像有一些老房子是 你可以修舊回去 但是我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分級的概念 制度存在 就是說 這一些其實不大需要 可以修回去嘛 反正 它也可以新舊融合的很好 國外就有很多這樣子的案例 它不見得一定要修回去 原來的氛圍 原來的外牆 原來的所謂的功能 而是它能用 然後又可以 讓更多的人來使用這個空間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 這個法令要鬆綁的機率是很低的 而且說實在的 我覺得是 人應該要有這種自覺 我覺得會擁有這麼大的防射的 這一群人都不是窮人 但是都是自私的人 因為都是精華地段的地啊 我擁有這一塊地 上面的老房子 然後我告訴你 在忠孝東路走一遍 就可以的地方的某一個地方 不好意思 這裡一坪就要兩百萬 即使它已經富甲好幾方了 不好意思 這我還是要 我遇到很多的案子都是這個意思 屏東有很多富豪 可能都沒有見過的 就是你們在台北有林家 霧峰 是有林家花園嗎 我們屏東有李家 這家有沒有來啊 那李家他現在也在修他自己的房子 他們家是四根柱子的巴洛克斯 一進去他們家的玄關 是他阿公的銅像 我的媽唷 你會覺得說 在穿著馬褂有沒有 站在那個地方 哇塞 這個有點誇張了吧 是不是 然後呢 重點是 他們的家族呢 從以前的清朝開始就是大富人家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過大鴻灣 就是在屏東大鴻灣 那旁邊有個兩百甲的那個 水車有在營餐的都不夠了 靠你知道那個水車營餐多紅你知道嗎 兩百甲都是他們家的 真的 那他們家現在呢 第二代開始出現了 馬褂我跟你說 這一棟交給我 我看完大盒我覺得很感動 我要來一次 我要把我們家的歷史 在這個地方做出來 然後開始發展出他自己的品牌 因為這一些人的小孩 都是留美 要嘛就留歐 要嘛就留德 真的我不騙你 太多了 那他們有沒有這個自覺 想要把自己家裡面的歷史 拿出來說 或者是修成他想要的樣子 他不見得需要走文子法 對啊 他們家的紅樓就很有意思 為了不要讓 講出來用那個 為了不要讓政府 把他們家 訂定為古蹟 趕快回去把屋頂噴成紅的 修成紅的 就不是現在建台 你不是現在建台的 就不能被指定為古蹟 對啊 但是他們的第二代最近開始出現 跟我們在討論他們要怎麼樣來活用 他們家的祖產的時候 你就發現 真的是 我覺得還是可能要有自覺 不然你很難跟他們講說 我告訴你要放棄這個三億喔 要不要 不可能 除非你就知道嗎 這個自新顯現已經見佛 我說的是真的啦 就是真的你已經 這個了解本性了嘛 但是比政府單位要解套的方案 我到目前為止 其實台南文化處也問過這個問題 高雄文化處也問過問題 因為我們是唯一真的掏錢出來做的 他想要從我們的觀點得到這個東西 可是從規模大小 自不自然都跟利益有關係 所以這還需要大家的智慧 如果大家有什麼這個的話 對啊 我覺得倒是可以大家互相交友一下 所以自覺很重要 這讓我想到那個 我記得去年我們找了一個葉靜發 那個設計師來一套 來演講的時候 因為呢 其實因為迪化街靠近大道 靠近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捷運 就是另外一個捷運是什麼 大龍洞 那個捷運 大草好龍 那個捷運 其實那邊 其實過去 其實那邊很多老房子都荒廢 後來就是因為 因為彥靜發他的後代 決定就是找那個 本庫的蔡家豪 把他重新修復之後 我覺得我前一陣子去 我好像幾個禮拜前去 我發現旁邊很多店家 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可能就原來就是 原本就是一些 可能二代三代 他就覺得說 你看這一家可以變成這樣 那我家可不可以 所以他開始改變他 店內的一些設計跟承設 他讓老一屋有不同的功貌 我覺得這個就是自覺 然後就是影響 那我覺得這是需要有人先做之後 就像他剛剛講 就是你漆了一面牆之後 發現家具也開始換了 家具換了之後發現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草莊裡好像應該要換了 就是一個程式的改變 也許是要這樣子 一點一滴去改變他 那最重要是自覺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蒞臨 那今天我們這本書呢 就是我們老屋新生創業學 這本書也會在外面販售 那今天特價一本三百塊 然後我們Po的案子